歡迎收看蔬食夠健康 我是盛智 今天我要做一道滷白菜繪丸子 要用豆腐來做豆腐丸子 開始來做丸子 豆腐先用壓水的方式 容器裝滿水 然後去壓這個豆腐 大概壓個30分鐘到40分鐘 我們就可以拿起來 裡面的水分就會壓出來 這個質地就會比較厚 剝小塊之後 將一些配料把它加進來 像是香菇還有這個紅蘿蔔 然後加進來 加一點像是芹菜或是香菜 做一個提升味道的來源 紅蔥酥 香油 一點糖 一點鹽 胡椒粉 一點點 再加一小匙的這個黑金醬油 可以充分的攪拌 讓整個調味跟這個豆腐做一個混合 攪拌完之後做一個塑形 可以用丟的方式 讓它裡面的空氣排出來 在吃的時候就不會影響它的口感 只有一個油鍋 用這個竹筷子 如果看到冒泡泡 我們就可以下鍋來 讓這個丸子炸熟 下鍋之後呢 我們先暫時30秒 不要去動它 讓它做一個定型之後 再來做一個攪拌 記得我們下鍋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中火 慢慢的讓它炸 炸大概2分鐘之後 就可以撈起來囉 炒這個白菜 熱鍋 然後加入橄欖油 橄欖油會多一點點喔 香絲加下來 做一個爆香 筍絲 豆皮 慢慢的炒香 紅蘿蔔 還有這個木耳 都把它加進來喔 炒香之後 加一點紅蔥酥 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加一小匙的這個豆瓣醬 加一點這個黑金醬油 再來把這個白菜加進來 香菇 的菇 跟水 都加進來 加一點高湯進來 放完之後呢 我們就蓋上鍋蓋 用中火呢 煮個6分鐘 6分鐘過後呢 我們就可以將這個鍋蓋拿起來 蓮藕粉 然後把它做一個勾芡 開始來擺盤 加一點剛才炸完的這個豆腐丸子 可以加一點芹菜啦 或是香菜 來做一個最後的裝飾 我來試吃這個丸子 超級軟嫩 第一口可以吃到它這個軟嫩的口感 然後裡面呢 我加一點芹菜啊 還有香菇 它會有點淡淡的蔬菜的香氣 還有一點黑金醬油的豆香味 味道呢 就像那種古早味的北菜肉 那種感覺 真的沒想到 豆腐竟然可以做出這麼軟嫩口感的丸子 推薦給你們 記得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